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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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大家好 我是紫萱 大家有看到我的身后 這一大片綠而有的稻田嗎 我們現在呢 在的位置就是石山部落 今天只剩要來帶大家 發掘原住民的風味美食 不過在這之前 老闆是跟我約在這個石山部落啦 他說要先帶我來採買 不太了解 是要採買什麼 我們趕快先去探索一下 GOGO 老闆說要帶我來採買 啊怎麼會來到石山呢 好奇怪喔 這裡會有什麼東西啊 哈囉 紫萱 老闆早安 早安 怎麼一大早就跟我約石山呢 這邊是有什麼市場嗎 帶你來採買就是 我們店裡很重要的一個食材 很重要的食材 然後它是這道菜的特色 沒有這一個東西 我們這道菜就做不出來 還是一樣 沒錯沒錯沒錯 哇那很重要捏 就是帶你進去看 他們現在在製作的過程 好 體驗一下 太棒了太棒了 那我們去看一下 但是什麼重要的食材 這邊 時不時都有機器的聲音傳出來 這裡是在砍木材嗎 還是幹嘛的 對啊這邊是 因為這附近都是稻田 然後就會 他們收割下來的稻草 他們就會拿來做裝置藝術 裝置藝術 啊我們是把它拿來做一道菜 做一道菜 所以裡面沒有什麼 養貨的是牛 等一下要餵是不是 不會啦沒有啦 我已經跟宋老闆聯絡好了 對啊你待會你就進去找他 好 最帥那個就是了 最帥的那個喔 我要看一下最帥的 就是宋老闆 對那我先去忙了 你去找他 好沒問題 去看一下最帥的宋老闆 嘿老闆一定是你對不對 對 一定是你 剛剛那個雷老闆有講說 最帥的 我剛剛這樣看一圈 最帥的就是宋老闆 一定是他 現在六月份七月份 農民都開始怎麼樣 開始豐收了 對 要割到了 他們忙著豐收 那我們開始也跟著忙了 我們就忙著豐收稻草 是這樣子 好 那我們開始就往我們的 藏意空間帶你去做一個介紹 好 剛剛那個雜草呢 剩下的草的部分呢 因為有很多不需要的草 因為我們會讓做草成比較順利 所以呢 我們打草的部分 這台雞雞叫做梳草雞 梳草雞 梳草雞 就跟梳子一樣 然後它是梳草的 把你的頭髮梳得乾乾淨淨 一條一條 就梳一梳 哇 哇 這是 梳草雞 自帶特效 快被飛出去 這個梳草的時候 這邊稻草的部分有沒有 就會比較清爽 變整齊了 比較整齊了 它的分岔都被剪掉 對 這整理好的稻草的部分呢 就是我們來準備要做草繩 這邊 這台就叫做全自動自繩機 這邊要先到 全自動自繩機 所以呢 做好的草的部分我們就放在這邊 編頭髮這樣子幫我們編好 是的 是的 可以讓我們生長的速度會比較快 嗯 等一下你要想不想體驗做繩子啊 可以 有機器的話我一定可以 可以啊 你一定會喜歡的 好 那我要去體驗一下 好 做草繩耶 好酷喔 來我幫你 跟教你怎麼體驗做繩子 這台雖然是機器比較小 但是速度很慢 很適合做體驗 來 小小的機器 這把草給你 因為草的部分 它是有梁骨的部分 這是梁骨 梁骨 梁骨然後旋轉的部分 然後搓成一條繩子 所以呢 等一下你就 從這個洞口裡面放進去裡面 一根一根的放 是要插進去裡面 插在那個洞裡面 對 對對對 就像我們女孩子的綁便捷的方式 對 一樣 所以呢 我們 要做這個繩子的喔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剛剛那個雷老闆有叫我說 要帶一條草繩回去 喔 好啊 對我等一下要跟宋老闆拿 OK 非常重要他特別叮嘶我 好的 好那這個我就 就 好這個交給我 好 我們現在在阿里安餐廳的外面 剛剛老闆有特別交代 一定要把這個草繩帶回來 我有記得 而且我剛剛看到啊 一個跟草繩相關的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到 就是這個 毛草 就是這個 這是一個瞭望台耶 太酷了吧 欸 老闆老闆 你好 這是一個瞭望台耶 是啊是啊 太酷了吧 只會在餐廳外面做一個瞭望台 它就是 我們象徵 一個原住民 的一個 算是 勘茶 提醒的一個 的 欸 象徵啦 老闆我看這裡都還蠻有特色的耶 都跟 跟我們的 這個 稻草有相關耶 對啊 室外的涼亭 茅草的涼亭 它也是座位區 對 戶外的 對 哇 看起來就好涼喔 我們現在 太陽太大了 我們趕快先進去 太熱太熱了 先到裡面好了 好 而且剛剛老闆我剛才看到一個 很特別的東西 這個獵牆 這個獵牆太酷了 所以客人 它這個是可以 真的可以射的 所以客人 不怕客人吃爆碗餐啦 對啊 就 出來就 沒有用 你很確定是這樣子 你也不負貼就開槍 好啦 那 老闆我們 等一下我們 這個太重了 這個往哪 有貼心貼心 哇 這邊 裝網也是廢了不少錢喔 對啊 就是 就是有很多原住民的色彩 對啊 對啊 我現在帶你去廚房 好 裡面請 哇 Follow Girl 這邊 這就是 廚房 對對對 廚師的秘密基地 現在就是要讓你體驗綁草繩 對 就是剛才你從工坊拿回來的草繩 可是我剛剛已經綁過了 我現在還要再綁草繩 對 就是綁 就是我們要把牛肉綁起來 所以 這個草繩是來綁牛肉的 對對對綁牛肉 我以為是拿來 對啊對啊 燒還是什麼的 對啊對啊 就是綁牛肉 這個草繩 我們都有先煮過 這個是我們 山上採的竹子 等一下會用這個竹子跟草繩 讓它 它就是炒牛肉的骨架 它就可以把它固定 那乖一點啦 不要亂跑這樣 對對對 這樣抓著 然後方向 那個竹子炒外面 竹子炒外面 對對對 就讓它現在要對折 對折 這樣子 對折 然後靠在上面 要露出來 它要殘緊 對 不然它會 散掉對不對 對對對 它滷的時候它鬆掉 就散脫了 OK嗎 董老師沒問題的 老闆 這時候 我花點時間 所有的動作 是這個草繩牛最重要的動作 好 這隻 就是拉緊 下面這個 拉緊 哇 完成了 這是我和老闆一起做的 已經完成了對不對 對啊 接下來就要把它拿去 拿去乳了 對啊 接下來就要給另外一個師傅了 在這之前我好像 剛剛進來的時候 我有看到 外面的裝潢 很有特色耶 都是具有原住民風味 對不對 老闆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嗎 可以啊 我們外面看 好 老闆我剛剛一開門 最吸引我的就是這個 虎頭蜂屋耶 超大 這個虎頭蜂他們要把裡面的蜂蛹 拿出來 還要做料理 對啊 他們剩下的殼 我們就把它拿來做裝飾 對就像現在這個 葡萄蜂 超大的耶 這裡有一個 那裡也有一個 而且在旁邊我還看到這是 排灣族 排灣族的琉璃珠嗎 對 他們的那個項鍊 對對對 是這樣 所以老闆是排灣族的 我是悲男族的 來 悲男族的 那個排灣族的項鍊 對 有啦我看到這裡啦 這邊很多不一樣的色彩 喔 有啦我看到這個是那個 這個是悲男族的那個裙子 對不對 對對對 那怎麼當初會把這邊設計成這樣的一個風格呢 因為我們阿里安就是好朋友的意思嘛 就是所有群組大家都是好朋友 所以我就把它就是整個用的 就是什麼群組都有啦 哇 而且大家有沒有發現 雖然這裡的油漆是黑色的 不過很亮 為什麼 因為有太陽 這個太陽是 因為我們是太陽的子民嘛 對對對 我們原住民是太陽 就是我們是太陽的子民 就是一個象徵 大家就這樣照著大家這樣 喔一起吃飯 對照著所有群組啊那種感覺 對啊對啊 喔也太酷了吧 欸聽說老闆 這邊的料理也是非常的大器 好買對不對 就跟老闆一樣 每個出來都是很大的 對 OK老闆現在帶我們去 先看一下菜單啦 我們先看一下菜單 好沒問題沒問題 哇 這變得太酷了吧 這怎麼出租充滿驚喜啊 對啊對啊 就是 包廂對不對 對對對 就是包廂 就是呈現就是 每個晚上的那種 月亮照著山的那種倒影 對 就讓客人體驗這種感覺 這麼有 好有詩意喔這個地方 對 剛剛老闆有拿這個菜單給我們看了 我們現在趕快來點餐 今天有幫你 就是準備我們店裡的手工菜 對我們七彩鬼頭刀 還有剛才榜的草神吃蔥牛 對然後還有我們的紅梨 壯壯的雞飯 對 還有我們的就是很霸氣的 大骨野味木桐湯 哇 對 比起來就很好吃啊 要怎麼一吃 對還有就是我們的石頭蝦 就是會有很多就會比較有效果 對 然後現在年輕人就喜歡那種效果 對 喜歡喜歡 有吃又有效果 我最喜歡的老闆 那可以上菜了嗎 我好期待喔 我幫你聽這個名字就好餓喔 然後我們 按個 這邊有一個福林 對就是介紹給你們 就是知道 福林 等一下 也太大聲了吧 阿這個 也太酷了吧 像我阿公的野狼 嗶嗶嗶嗶 這是我阿公 就是留給我的摩托車啦 我為了要紀念他 所以我就把它掛上去了 他不只是裝飾用耶 還真的是可以 有喇叭聲出來的耶 對 他的另外一半 在某個桌子的底下 輪胎跟排氣管 對啊 這樣客人會嚇到吧 八八八 他們就跳起來了 哇 也太酷了啦 老闆 我們按了福林 應該可以上菜了吧 這麼大聲的福林 那我們就 開始上菜了 好 OK 老闆剛剛已經按了福林 這麼大聲了 應該 餐廳有聽到齁 可以啊 上菜囉 哇 整隻雞耶 這是我們的 壯壯雞飯 它的樣子 就感覺很壯 哇 我們陸續上菜 這是我們的 剛才綁的草繩 這是我剛才綁的那個嗎 對對對 你剛剛綁的那個 哇 有我親手做的那個味道 也是不一樣的 這個是我們的七彩水果 好漂亮喔 這是鬼頭刀 這是鬼頭刀 鬼頭刀 這是我們的大骨湯 對 哇 也太大了吧 一個人一隻這樣 對啊 一個人一隻應該就吃得飽囉 這個 就是要好慢一點吃 對 這個是這鍋湯的 就是要加到這鍋湯裡面 對 野菜 對 有的客人吃大骨會覺得太膩 我們就會給他這個 酸頭辣椒醬油 對 這是這鍋湯的靈魂 看這個辣椒 嗚嗚 小辣椒有沒有 對 你目前應該就聞得到 這個小辣椒的辣味了吧 對 可以 那老闆我們現在 這麼多藥 我已經不知道要先吃哪一道了耶 你可以 先告訴我們 可以先從哪一道開始吃嗎 那我們就先吃 炒生牛好了 好脆喔 那聲音 好療癒喔 聽那個 繩子剪開的聲音 對 他這樣子滷要滷多久啊 這個滷要滷差不多三個小時 三個小時 對三個小時 然後再泡 泡兩個小時 所以老闆每天 就是一大早起來 對 綁這個炒生牛 然後滷三個小時 沒錯 好香喔 我已經聞到 那個味道 炒生跟牛肉的結合 對 那當初老闆怎麼會 想到就是把炒生結合這個牛肉 我們就是 把 台東特色有的食材 就拿來去做變化 對 那竹子是我們自己去山上採的 對啊 再搭配我們的 炒生 然後他們炒 赤蔥醬 赤蔥醬 對 原住民的調味料 赤蔥醬 對 然後就去做變化 好現在來開動 你可以吃看看 對 阿里安 剛剛老闆 我剛剛有看到你們的名字 叫做阿里安 為什麼你們 當初會取阿里安這個名字啊 阿里安是 悲南族語裡面 好朋友的意思 這間店 就是我們 就是有三個 我們三個是好朋友 然後一起去策劃 一起去 猜測 就是一起去討論 我們出來的一個餐廳 對 對啊 阿里安是好朋友 對 阿里安 有沒有 每日一句 阿里安 非南族的吧 對 朋友 好 他已經轉到我面前 我們就先來吃 很軟嫩耶 對 他已經不會是滷三個小時的 很軟嫩 而且 他是半筋半肉 對 有帶一點筋 對 擦擦然滷得很久 可是你咬在口中的時候 他還是會有一些嚼勁 所以你可以去嚼出 那牛肉的香味 而且他後面會有一種 淡淡的這個 草繩 草繩稻草的香味 對 始終也會有淡淡的香氣 他雖然味道很強烈 可是不會蓋過這個 牛肉的味道 他搭在一起讓他的口感很豐富 他的香氣真的很讚耶 哇 沒想到始終還搭牛肉 欸 很棒耶 真的是不錯 那接下來我剛剛看 那個撞撞雞很久 這隻雞在這邊 對 這個雞 真的是雞如其名耶 對 這個是我們的主食 所以是把它的那個骨頭全部 對 整隻骨頭去掉 然後再把米塞到裡面 哇 那這個很費食吧 對這個很費食 就把米都全部塞進去 對 塞進去然後再下去做烘烤 喔 對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重重雞裡面的 他的肌肉 重重雞 首先這個是翅膀 翅膀 對 這個是先把翅膀切掉 好 對 欸 這身也是很脆耶 對 你看他金黃色外皮 已經被烤到很漂亮了 然後這邊是腿 這個腿裡面也都有飯 嗯 對 它腿裡面也都有飯 是滿滿的都是飯 對 滿滿的都是飯 好飽喔 這通常都幾個人吃啊 這個差不多 和菜裡面都十個人 十個人吃 這十二個人而已都吃 也都夠 哇你看 滿滿的都是飯耶 而且他還有一粒一粒 這個是 那個是紅梨 紅梨 有紅飽食之稱的紅梨 沒錯 哇這營養 很營養 很營養 嗯 他皮很薄耶 對 你這樣咬下去 他的皮很薄 很脆喔 而且 一咬下去 我滿口都是飯 而且我一直 有吃到一種 香料的味道 淡淡的香氣 馬告 那是馬告 我覺得那個馬告的味道 就會淡淡的 這樣 不會太重 對 這個 我可以直接單吃這一道菜耶 他不用其他配菜 他只要單吃這就很好吃耶 因為他每一粒 米上面都有那個 紅梨 紅梨 這道菜 冷掉的時候也還可以吃 也很好吃 欸飯最怕什麼 就最怕冷掉 對對對 有點捨不得這個雞腿 可是還是有很多菜 需要介紹呢 我們先介紹一下其他草了 這個 欸這個太佔盡頭了吧 這個太大了 對啊對啊 這個就這樣 要用手吃了 這個真的要用手吃 直接拿起來啃 不要客氣 直接拿起來啃 你自己挑一根 你喜歡的 我喜歡的 就我前面這一個的好了 太大了吧 他已經跟我的小手臂一樣喔 小手臂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 小手臂 這個是 所以我另外一隻手 就直接 直接抓 就直接啃 老闆你們先示範一下 我一點不知所措 就太大根了啦 你直接拿起來 就放著嘛 有的人怕燙 就讓他放涼 拿起來就啃了 你這樣吃 對 直接這樣吃 對 找一個比較好油啊 對不對 你找一個比較好入口的地方 哇 太過癮了 充滿著膠質 對啊 對啊 它真的是滿滿的膠質耶 它這不是肥肉 它是膠質 真的 而且你這樣一放下去 哇 好豪邁喔 對啊 那我想問一下老闆 當初怎麼會 在這邊 創立這家阿里安啊 我們三個就是 很好的朋友嘛 對 我本身從小就是做原住民餐的 對 然後就大家就一起 有理念都 共同的 有一個共同的理念啦 嗯 就是把 不一樣的餐點 不一樣的特色環境 去呈現給 那些客人 一開始不是在這個地方 我們也是經過了很多波折 我們籌畫了兩年 兩年 對 然後才在這個地方去做 原住民餐 這裡的菜都長得很漂亮耶 對啊 就是要視覺 老闆自己設計的吧 對 就是要視覺呈現給客人 所以你當初設計這些菜單 是希望客人有哪一些 看到這些菜有什麼樣的反應嗎 就是 就哇 的哇 真的是哇耶 那我們接下來是要吃 我們的 鬼頭刀 鬼頭刀 等一下我這 一定要拿起來 它的水果已經 滿到 我已經不知道這道菜 這道菜 到底是什麼 鋪滿整個上面耶 對 它整個覆蓋鬼頭刀 對啊 所以這個上面是我們的 水果醬 水果醬 它裡面有七種水果 七種喔 對還有蔬果 我來吃吃看有哪七種好了 好啊好 老闆 對 我吃得出來就是魚肉啦 對 但是這個哪七種 我可能你吃不太出來 對它吃起來就是酸酸甜甜的 對 清爽 哪一些水果啊 它有 有番茄 還有 鳳梨 火龍果 然後蘋果 甜椒 甜椒 奇異果 芒果 對這七種 芒果 當季的鬼頭刀都對 所以是每天就是 從成功 這樣送過來 沒錯 每天這樣子 所以這是新鮮的鬼頭刀 對 通常我們炸的東西呢 吃多了可能會覺得 就是有點油膩 可是你配上這個 七彩這個水果 酸酸甜甜的滋味 它就跟你油膩的感覺 去中和掉了 非常的清爽的感覺 就是剛才其實老闆有講到 就是海東其實 是蠻多原住民的 那也有很多原住民的餐廳 那老闆 這一間餐廳 有沒有比較什麼特色 跟其他原住民餐廳 不一樣的東西 大部分原住民餐廳都是 幾乎都有 都是烤雞烤魚 對 那個大家都是 固定的菜色 對可是 我為了想 就是 變換 不一樣的菜色 就是有這些 剛才你吃的這些菜 說到魚 是不是還有一道 還有一道石頭蝦 那個是充滿 就是視覺感的 對 就現在年輕人 喜歡拍照啊 幹嘛的 都可以點這一道 因為它視覺 蠻震撼的 打卡菜就對了 對 吃了打卡 我上一道 就是店裡最震撼的一道菜 它叫石頭蝦 石頭蝦 對 然後我現在就是 可能要 稍微離開一點 就是它的煙就是會 非常大 等一下 整件變成燒溫暖了 哇 等一下 是等一下會有什麼東西出來嗎 對 OK 太震撼了吧 那個醬蝦有點嚇到 沒有想到 煙會這麼大耶 好像在燒溫暖裡面一樣 哇 那老闆這個 石頭它最高位要幾度啊 實際 沒有量它幾度啦 只是把它燒到紅融化這樣 喔 燒到石頭變紅 對有時候大概融化石頭 都會黏在一起這樣 它有說要用 什麼樣的石頭去 這個 我們是用鵝卵石 鵝卵石 只有鵝卵石才可以去燒 對我們目前是用鵝卵石 比較耐高溫 它比較不會裂掉啦 其他石頭會裂掉 對 要開囉 哇 你可以夾一隻 試看 它這樣的處理方式會非常彈牙 要來夾一隻 對 哇 我的餐盤還都是滿的 哇 真的是一直在挖挖挖 這道菜主要是 就是讓客人 有那種新鮮感 就讓客人覺得 就是不一樣 所以必點 對 合餐裡面都會有石頭系列 石頭系列 合餐裡面都有石頭系列 有蛤蜊 也有蝦 也有雙鮮 雙鮮就是蝦子跟蛤蜊 有一點熱情 等到涼一點好了 它這個蝦是每天 也是台東自己養殖的蝦 對養殖的蝦 然後每天早上去新鮮去 去撈的 因為我們 另外一個合夥人家裡是養蝦的 所以就可以每天這樣提供 欸合夥人真的要好好找欸 真的是 怎麼那麼方便 你看那個蝦 有沒有 哇王妹手 很Q彈欸有沒有 對 它吃起來會很有口感 彈起來是嗎 就小心的下巴 可能會掉下來 好肥美喔 我的天啊 有沒有彈起來的感覺 好Q彈喔 而且它這樣的方式把它那個蝦的鮮甜味 直接鎖在裡面 對對對 哇 那不然我們 這麼多菜 我們應該通常都是 鋪棚飲飯來一直吃這些料理對不對 對 有一個set裡面全部都有這些菜 對 所以我們等一下 如果想知道的話 就去那個阿亮的官網 它上面呢就有這些菜單 如果想要呢 就先來打電話預約 那我們通常是營業時間是什麼時候啊 營業時間是 我們中午11點到2點是採預約制的 然後晚上是5點營業到 晚上11點 對 到晚上11點喔 對 嗯 而且這邊不只有美食 是不是還有音樂 對 就這邊每個晚上 它都有固定的表演團隊來這邊表演 對 7點到8點 每天都會有出唱 話不多說 我們趕快先來品嘗這一些料理 那如果真的想知道這些訊息的朋友們呢 就上我們的阿里安官網去瞭解 那這邊可以一邊吃東西 一邊聽歌 可以一起來感受語言出名的風情 記得來找雷老闆喔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我成功那麼一斷 當心的回首衝藏 只為了逃避 是身體追劇 是身體挑戰 耶 天天帶著微笑 我將成天氣難 而我一直茫茫然 不難一定回頭望 좋아하는rar 那時間 那時間 為了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